除了指责行动党是共产党引发了各界大法之外 伊斯兰党主席丹斯里哈迪阿旺则是因为 在国会会议的出席率不到三分之一 结果被网民吐槽 还纳入了国会翘课王的名单 哈迪阿旺今天就反击批评声浪 他强调说国会出席率不能够和学生上课混为一谈 他除了国会失误还出任了中东特使 因此分身法术 就阳党是为了国会议的 我计划因为 ballot 我计划将来用个宫 黑色传统筒不过是国会议的 黑色传统筒不过是国会议的 他没有 Loch我议的 黑色传统筒不过是国会议的 黑色传统筒不过是国会议的 黄色传统筒不过是国会议的 黑色传统筒不过是国会议的 黑色布 adam才能指問他 就阳心留下来 有时就导er罪人的 这体会议的 黑色传统筒不过是国会议的 哈迪阿旺在登加罗马江的住所接受媒体访问时就坚称 国会和学校绝不能相提并论 根据国会议员表现监督的公民组织MyMP 我的国会议员的数据显示 哈迪阿旺从去年7月至今 共84天的下议院会议只露脸了26天 出席率只有31% 前首相慕尤丁则是以23天或27%的出席率 成为缺席率最多的国会议员之一 至于伊党是否会访效公正党 要求候选人来公布财产 哈迪表明不公布也没问题 相比起那些已经公布拥有过百万资产的政治人物 伊党是只有几十万令吉 他更毫不讳言地表示说 公布财产是个愚蠢的炫富行为 烦 donci 考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